大部分把那个虎步跳得跟华尔兹差不多 没太大区别 就是一个并脚一个不并脚 很多人认为是这么区别就在这 虎步不用并 华尔兹好像要并 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首先从它的风格 音乐 它的基本步 都不一样 可能有一些造型 或者有一些常用动作 会相似 可以用到一样 但是其实完全是不同的两个舞蹈 那我们今天先分析一下 先不放音乐吧 来 张老师过来 好的 面对镜头 我们换个边吧 对这 喜哥你站过去 你站那边去 对 尽量保持平稳 这粉丝很刁 你把他们伺候不到 他们要说我的 来 往这 好 在我们先跳 虎步之前 老师刚刚讲了一对废话 就是说希望大家通过 跟李老师这一次的学习 尽量能够把华尔兹和虎步 最大化的把它区分开来 它完全不是一个风格的舞蹈 好吧 第一件事情呢 我觉得大家先要认识一下 虎步的转动 OK 什么是虎步的转动 来 同学们 把脚冰好 手放在旁边 好的 以核心为单位 同学们 肚脐眼这 对吧 两个手摸着肚脐眼 OK 摸着这 以核心为单位 非常好 咱老师开悟了 好 同学们 以核心为单位 先要学会第一个 虎步当中的转动 这种转动需要来 大家要认识一下 OK 你要感觉 我们站在地板上的时候 你看 有我的中心点位 对吧 我们先要理解这种转动 为什么要先理解这个转动 因为虎步当中 很多位置 是在五半外侧位置产生的 所以像 如果我没有这个位置 那我们去跳舞的话 会很憋屈 外侧走不了 脚会碰到一起 会打架 等等 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 这个转动 好的 来 我们再来一遍 带大家一起练习 把这个大拇指 把它并回去 更加严谨一点 好的 来 转动 对 可以吧 同学们 这个应该不用讲太多 再摆两下 对吧 再摆两下 那同学们 放松 拉长自己 然后那个很放松的姿态 就行了 不要僵在这里 就你要感觉你的肩是 斜方肌是压下去的 斜方肌是压下去的 然后脖子是长的 对吧 耳朵两边拉一拉 没太大问题 对吧 下巴的位置也是正的 然后站好姿态 对吧 就是这种轻轻的转动 不要动倒膝歪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练习 转动练习 那大家下去了之后 也可以倒腾一下 一定要练 这个必须要练 好吧 包括我们在地位 来 站下来 一样的 来走 那也是有 对吧 来 好 升起来 好 可以了 今天跟大家先讲 第一个 我们是怎么样去理解 转动的 好 背对大家 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们 虎步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 倾斜 那这个倾斜呢 它其实理论上 它和华尔兹啊 都不太一样啊 因为它要求的是 华尔兹 当我们去做摆档倾斜的时候 我的脊椎是可以干嘛 同学们 你们看我 我从侧面跳 那当我在华尔兹 我要去做摆档 你们看我的脊椎 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可以动 或者我往前进 对吧 是不是可以动 是不是可以脊椎 跟着我的胯呀 跟着我的底盘 一起摆档 OK 没问题吧 同学们 但是在虎步当中呢 我们 这一种是少见的 除非你的动作需要 我们再讲 大家先要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 今天我们要讲到的 这个第一个元素啊 我们刚刚讲完了 这个转动 你可以认为 这都是一个 肩引导的动作啊 脊椎头顶向上 OK 把转动作完以后呢 做一个肩引导 你可以认为 是一种肩引导的感觉 好的 我们再看一次 OK 张老师 你到我背后来 然后用你的两个手 对 扶到大家去看一下 我的 我的 肩的改变 好 转动 肩引导 转动 肩引导 转动 肩引导 同学们 他和我们在华尔兹当中 讲的三大摆档当中的 倾斜中 哪一个倾斜有点像 技术性倾斜 不是 技术性倾斜 是用底盘的呀 折断的呀 修饰的呀 和哪个像 你过来 过来 修饰 修饰性倾斜 有点像嘛 这么笨嘛 来 准备 OK 好 来 你摆好 对 我们一直站好的 好 当我们做完 来 针对它 针对它 好的 对吧 首先我们撑开 保持上升的这个上三角 对吧 这个盒子摆好了 同学们 然后呢 把刚刚念的第一个 转动 转动 老师一定要转到这儿吗 完全不用 同学们这是要跟大家一定要提醒的 米 知道不 那个字 一点一点 一横 一竖 一点一点 四个点字 就是在这个小方向 45度即可 再多一点点 老师可不可以 也可以 不要那么较真 不要那么轴 对吧 你不需要做到反升位置 同学们 这是反升位置 OK 感觉说做到转动的位置即可 然后到这儿以后呢 再过来 好 看清楚了 假设我把他这一束头发 我给他揪着 这束头发往上 没毛病啊 同学们 然后来 走 同学们 妙就妙在这儿 我们再看一次 来预备 好的 来 拿过来 拿过来 喜哥拿过来 没事 你也不要那么拘谨 观众老爷们 喜欢随意一点 我们不是 我们也不是什么付费直播 不要搞得那么紧张 好 同学们看清楚了 那么他这里就形成了一个肩引导 这个肩呢 是肩胛骨 要感觉是你的肩 肩胛骨的感觉 而不是肩膀 所以这个地方要分清楚了 同学们 好 还原 让我们换一个方向 同学们 是不是又转动了 转动之后呢 反方向对吧 肩引导 你看 他的头位有微微的向后 我们尽可能是竖着的 对了 好 走 转换 OK 非常棒 那说老师 放松 女生也是这样吗 没错 女生也要这样 女生 我们在跟男生练习的时候 对 先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先找到他 我看一下 And 大家从侧面看我 我是不是竖着 垂直的 好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垂直轴 必须在虎步当中 一定要过关 再看一次 我们可以稍微把进度慢一点 同学们 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 好 预备 好 来 转动 肩引导 还原 肩引导 好 同学们 那我们这个动作的寓意在哪呢 就是它 放松 它是用了轻轻的肩引导 上升的形态 让我的整个舞蹈的风格 看起来就是比较轻松 第一个是比较轻松 第二个呢 移动起来更加的流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的 我的这个我们讲垂直轴 对吧 垂直轴为什么不变形的原因 如果说我在运行当中 比如说我在前进也好 我在后退也好 如果我在前进 我让我的轴产生改变 同学们 那我理论上 我现在向前是受阻的 对不对 我会 我动作会变小 因为为什么 我向前穿透 穿透不了了 那我再看 再看一遍 错误示范 同学们 如果我是这样跳的话 我是不感觉我会向前受阻 本来我可以坐一米的 那这样一天 我只能坐到五十公分了 所以我们呢 同学们看 我更多的想法是怎么样去流畅 湿滑的向前移动 那我的脊椎 当我肩引导的时候 我的脊椎也是在向前的 这是要跟同学们点一下的 来 再过来张老师 来准备 面背对 背对大家 好的 来 转动 肩引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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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吧 同学们 大家通常在我们在练习当中呢 我们到时候也会告诉大家 我们也会编两条线 老规矩同学们 老规矩两条线给大家 我们到时候编 看怎么样 大家喜欢跳什么样的动作 我们尽可能编两条 比较通用的吧 好不好 给大家去练习 也会给一些小方法给到大家 第一件事情过了 就是我们的肩引导和转动 这是首先要认识到的两大元素 好 张老师再过来 面对大家 OK 预备 盒子摆好 来 转动 走 转动 走 转动 转动 不错 观众老爷们有没有发现一点 张老师在进步 我相信在 在观众老爷们的这个见证下 我相信成长会越来越快 一天变一个样 好 大家在跳弧步的时候呢 思考这个动作大于小 其实你在引导 听好用词 我让大家用的感觉是引导 它更多的是向前引导 所以而不是抬得太高 因为你抬得越高 你这个肩膀和你的脖子之间 这个距离就会缩得越短 那开上去就会感觉会折掉 所以理论上呢 因为保持我的 对吧 纵轴是在的 那我这个擺当是小波浪的感觉 小波浪 同学们记好这种感觉 就它不是大擺当 小波浪 可以了吗 OK 可以了 同学们 那我们讲到的第一个元素 我们就把它拿下来 来 过来 好 我们可以把刚刚的这个元素呢 用一个 因为教大家一个基本功 就是两个侧型的向前 那么我们用基本功 把这个元素带入进去 那你先跟我挑一遍 移动 再来 移动到单脚 什么都不要做 只是单纯的 来 脚半高位 到了重心以后呢 再转动 再做坚引导 再结束 好的 我们来一次 面对大家 来 去去去 对 面对五寸线就好了 来 走 移动 转动 肩引导 你不回来了吗 你再来一遍 非常好 同学们 非常好 就会感觉 and 收着啊 and 移动 移动 到了 转动 告诉五半 你要到我的 怎么样 到我的外侧位置去了 所以 其实上在 虎部当中 我们到时候也要讲 女生不要去分辨 你是走外侧 还是内侧 成年的朋友 大家记好了 就是女生到时候 别三只不说 我要走外边 我要走里边 这样很麻烦 对于女生来说 走什么 直线 对 你能说 我不能说 走直的 同学们 免得被禁波了 再来一遍 你可以说 我不带头 就行了 机器人还能拿我怎么样 对吧 先移动 转动 坚硬的 后退 还原 好 反方向 走 OK OK 非常棒 同学们学会了没有 还没有 来准备 一看都没有 来背对大家准备 对我们可以慢慢讲 同学们想学一点精华 来 移动 那道 一定是单脚重心 一定是单脚重心 别跟我整什么 一半一半 道就是单脚 不单脚你就会受伤 就这么简单 同学们 这个时候 我们练这些功的时候 不要跟我聊什么滚动 先不要谈滚动 这是那天晚上我们讲过的 为什么不聊滚动 很多人在一门中间 老师滚动 滚动 滚动锤子滚动 节奏都没了 还滚动 到位 转动 兼引导 还原 到位 OK 当你的移动 当你的能力越来越强 当你的移动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不得不滚动 同学们 再来一遍 好吧 我还是要重复一下这个点 什么是叫当你移动 当你能力变强 当你移动变大的时候呢 做个大的移动 来 它不是滚动过来 它是怎么过来的 同学们 它是飞过来的吗 它一定是滚动过来的 对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不要把一些 所谓的技巧太刻板了 同学们太刻板了 其实我跟讲专业的小孩 我也是这么讲 跟陈腾我也是这么讲 当你的技术成熟 能力成熟以后 这些过程就有了 像华尔兹 你就这么一点步伐 你就到重心就完事了 当你的步伐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慢慢慢慢慢慢 这个过程 准备 不说了 再说被骂的 来准备 到位 单脚重心 尝试用内侧 压在地板 把尖的主力脚 那么这个时候的脊椎 也是要去找我的主力脚的 对吧 主力脚 脊椎这一根 与这个脚垂直 尖 也压在脚上 所以感觉你现在的主力脚上面 是有分量的 是有知觉的 同学们 是你能够感觉到的 有感知的 不是在这里 只是猫子在那里控制住 意义何在 所以这个舞就跳得不开心了 因为你永远在 所谓的控制着自己 你做的每一个动作都是 不能让自己怎么样 其实不是 应该让自己怎么样 来准备 又有人可能要大侧大物了 倒 转动 肩引导 还原 倒 转动 肩引导 倒 转动 肩引导 好的 那我再给它加强一点点 同学们 加强哪里 你看一下 我们到了以后 转动 那我希望你的从膝盖和大腿这个位置 我想看到的 不是向前驱动 那么这样会往下 这里有一点妙就妙在哪里 转动完 做肩引导的时候 你的膝盖和大腿应该是怎么样 昨天我们才讲过 这个脚背要怎么样 对啊 你们的脚背要向上抬 不要脚跟往上抬 脚跟往上抬 你就没有感觉了 你要用脚背往上抬 对 脚背往上抬 那么你就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呢 那你坐起来 对 你的膝盖和大腿 它是有一点点是朝上的 非常棒 这里前进 其实大家还好理解一点 如果说我后退呢 其实是一样的 我的后退也是在这样 同学们 看清楚 我们之后也要讲到的 你看 因为我的脚背在向上 所以你看我的脚干 有没有看到吗 它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 对对对 不能像下掉啊 好 再来一遍 准备 不哑观啊 走 倒 转 倾斜 走 倒 转动 肩引导 倒 转动 肩引导 倒 转动 肩引导 好不好 同学们 那我们这两个 专门练身体的啊 这是专门练身体的 就包括你们到时候 我们讲组合的时候 也是希望大家 预备步到羽毛步 都是这样安安静静完成的 我先做个示范 好不好 对着我的方向 and 到 先到 还有一个什么动作 到了 再去做这个 坚引导 不要提前 做坚引导 为什么 提前做一个坚引导 我就不会 赚一下 对了 所以我一定是 先向前 把向前的事情 做好了 再做一个坚引导 而不是很多人 在我们移动当中 还没到呢 先把这个什么 所谓的摆档也好 引导也好 提前做出来了 同学们 看到了吗 它的移动就会受阻 明白的同学 打个一 互动一下 能不能做引导 不能 张老师准备 哎哟 通了啊 小样 通了 同学们通了没有 再来 跳过来 太棒了 对 停 到单脚中心了 坚引导 OK 非常棒 讲的清不清丑 不对 说湖北话去了 讲的清不清楚 你说不清丑 有点土 有点土了啊 已经果不清丑 继绑 感谢 火 火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